济南男子砍死岳父,砍伤妻子,潜逃16年,背后原因是,在审讯室里,韩某告诉民警16年了,东躲西藏的,没过过一天安身日子,整天提心吊胆的,现在终于解脱了,16年前,因夫妻感情纠纷,韩某持刀砍死一人,砍伤四人后畏罪潜逃,16年来,他与家人断绝联系,隐姓埋名东躲西藏,但公安机关从未放弃对他的击步, 近日,在福建三民警方大力协助下,平音县公安局在福建三民市将潜逃16年的命案逃犯韩某南,51岁,平音县东阿镇人成功抓获归案,多年来,对犯罪嫌疑人韩某的缉捕工作一直被列为行政工作重点,2006年韩某被列为神都逃犯进行追捕,虽然追逃民警人员更迭,但追捕工作始终没有停止,云建行动开展以来,平音县公安局更是将韩某作为 重点逃犯进行部署开展追捕工作 重点逃 pergunt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